联合国难民署会在印尼雅加达办公室建筑外 随处可见难民就地铺着垫子 搭起帐篷 露宿街头 印尼境内约有14000名难民 主要来自阿富汗 叙利亚 苏丹等地 他们来到印尼希望求助联合国难民署安排到第三国安置 不过其中约有一半的人 尚未获得国际移民组织提供宿舍和生活津贴等协助 基本吃住都有问题 苦苦等待援助始终没有结果 有些难民于是来到联合国难民署雅加达办公室外长期露宿 希望唤起各界关注 我们在这里有困难 晚上我们必须闭上室室 因为女性是很难的 我们不在这里 我们不在这里有区别的地方 替换衣服或护衣服 我们不能在这里学习 而自己更改善 所以我希望我们有机会去学习 我愿意成为医学 我愿意帮助人们 因为阿富汗 阿富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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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名为自己争取人道救援 必须强忍九速街头的辛苦 也常遭到警方驱离 多次发生冲突 三次他们通过警察 还有一次警察被我打破 第一次被我把警察拒绝了 我们把警察拒绝了 第一次被我把警察拒绝了 我们从这里到这里 然后在第一次 警察拒绝了我 四天 我们没有睡在哪里 我们只能睡在这里 没有什么厕所 或是櫃櫃櫃 近來聯合國難民署 還在大門口設立警察上 對現場的難民加以管制 態度強硬 就有難民指出 自己因為露宿街頭 收到難民署的警告信 要將他列入黑名單 而不是幫助我 他們給我兩次的訊息 如果你們從這裡不走 我們把整個案子解釋 我們會暗記你 或是你暫停的案子會被停止 或是你被拘捕或被拘捕 我認為這些事實在不可行 因為已經是死的身體 所以請問這些事實在害怕 但我並非害怕 因為我請求正義 我請求我的正義 國際難民滯留印尼處境監困 他們不滿聯合國難民署 和國際移民組織 秉持著照顧難民基本人權的宗旨 卻沒有對他們提供任何協助 呼籲相關國際組織 負起安置難民的責任 中央社記者石秀娟 雅加達報導 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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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